位在臺北縣石定鄉翡翠水庫保護區內 竟然有一處存在已經二十六年的公墓 而裡頭至少暗葬了四百具的屍骨 臺北地間署在接獲民眾的檢舉 所以昨天繽紛四路發動了搜索 甚至還懷疑鄉公所縱容臺北市浙江同鄉會 在水源區設墓地有包庇之險 山明水秀 層嵐相疊 雲霧繚繞 這裡就是位在翡翠水庫集水區中 台北縣石定鄉的台北花園公墓 裡面除了有鄰屋塔 還有超過四百座的土葬公墓 不過卻遭檢舉竟然是個違法二十六年的爛葬缸 水源保護區裡面辦公墓 遭到檢調偵辦 在五號當天發動搜索約談相關業者 有去他們那邊 有在辦公室那邊 你如果要土葬你要經過申請 那所以也不可能 二十六年違法下葬 鄉公所難道完全不知情嗎 之前二十年前的一個承辦人員 可能沒有去注意到這一點這樣子 可能是一個交界上的一個 的一個誤差 絕對沒有任何圖利的一個 這種動機跟想法 鄉公所一再強調絕無包庇 但是檢方存疑擴大調查 檢方調查發現臺北花園公墓是在民國七十三年由臺北市浙江同鄉會申請設置 不過因為在水源保護區內照規定只能設置納古塔不能土葬 卻有至少四百座的土葬墓地起人疑鬥 近年來業者甚至還以未取得建造的南海寶座納古塔的名義對外販售練財 公墓的門上還張貼著告示提醒民眾小心不要上當 台北縣政府在去年底設立了公告明文禁止土葬等步伐的行為 但是還是遭到了檢舉有弊端導致檢調的追查 搜索月潭的隔天 轄區的警方也派人上山拍照搜證 提供檢方作為後續的爭辦依據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